花蓮施工所开办的原住民伴手礼系列课程 在9月下旬开课的是首座香氛蜡烛 施工所特别邀请来自桃源的香氛达人 带领学员从认识蜡烛材料到调配香氛精油 最后还必须完成一整组精美的香氛蜡烛 成为部落的特色伴手礼 也希望可以创造在地部落产业新价值 一盒一盒美丽的干燥花 还有色彩鲜艳的蜡烛块 以及浪漫迷人的香氛精油 这是花蓮施工所开办的原住民伴手礼 研习课程当中的首座香氛蜡烛 市长魏家学员在开课这一天也特别求往致意 希望学员们可以认真学习 未来有机会制作出最具特色的部落伴手礼 是我们开办的香氛蜡烛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特别请到在桃源的非常有名的老师 心童老师跟秀贤老师 那他们在北部都有相关的工作室 那也走的是韩系的一个风格 那我们希望能够引进到花蓮这里 给我们原住民部落的家人们 都一起学习相关的一个 非常跟北部非常流行的一个香氛蜡烛 那也希望透过一般的课程 来加入原住民的元素 让大朋友小朋友都非常喜欢 那未来我们会朝向伴手礼的方向来前进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些学员学回去之后 不管有没有朝向伴手礼的方向 都能够未来能够持续精进 那因为伴手礼的开发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路 那我们也希望说学员透过这一系列的课程里面 能够学到更多更不一样的一个知识 那未来有助于花蓮市各部落的一个伴手礼开发 花蓮市公所这一支特别聘请到来自桃园的格马兰族香氛达人 到花蓮来带领乡亲学习手作蜡烛 从认识蜡烛材料 蜡烛调色技巧 精油蜡烛配香比例 还有教大家来认识韩国精油香水香氛现香 最后大家还必须要完成一整组的花朵香氛蜡烛盒 市长吴嘉贤希望学员们能够学得专业技能 不只可以美化居家环境 未来也希望可以成为部落伴手礼 来创造部落产业新经济 介络会欢视报导